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叫邓亚星 从事厨师行业有快20年了 我在爆椰子炒江湖 这个店负责后厨这个工作 我们这种菜应该是属于成都爆炒的江湖菜 这是爆炒嘛 鲜花嫩 麻辣 最超快的是江湖菜式 必须要新鲜 当天鲜啥呢 一定速度快 从下锅到生菜基本就是一层中药 开始勾芡 起锅 麻辣味道 我们这道菜肉口有低点灰甜 有麻辣 然后淋一些花椒面 海椒面 火腔碎 然后淋一边油 嘎嘎嘎嘎的 有点香 香油菜式 就叫香油菜式 口感酥相当豐富 香酥脆 我觉得我自己选 就是选整个这些东西 就是我把这种食材和这种食材 一起炒个菜啊 水烈什么什么 所以我就想到 把有些东西融合起会更好 创新菜这块 如果是要摔的话 摔到十年下 可能有一百多的菜 像鸡精一百多 但是如果是成功的话 可能就是十多 有一天我们应该来了 主要是我们这儿肯定 有时候来就是点菜 都说随便随便 大火烧香 看到鱼香比较大 这道菜里面有四种食材 鱼香随便里面的火腿罐头 这个鱼香是 我一个海贵老餐是炒炸的 好帅 好帅 菜该是那么多的随便 或者就是余香随便 这冬天干嘛 如果是可能逛吃这种爆炒的话 会感觉比较冷 所以我们加了一些这种蒜 大家吃起来热和心 因为爆炒是四川的嘛 然后我们这个蒜羊肉 大鱼羊肉是 它是北方那种 就是水是南北货币嘛 我们吃了这个吗 喝了一个汤 汤的感觉特别好 一定是呼伦贝尔 6点15分钟在吃草的羊 其实开这家店也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喜欢 小时候嘛 因为我妈嘛 然后下岗了 然后在外头摆了地盘 然后我就是放一会儿 回来就自己 给我们父母弄饭嘛 那个时候小学二年纪 我记得我第一次 那个饭都弄了 然后我妈吃起来 还是很高兴很欣慰 十六岁 就开始决定出这个汉业 嗯充实了快二十年 嗯充实了快二十年